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屬野猫的吗 哼 就当是你留给我的纪念好了 你们古神也会受伤吗 现在我的肉身跟凡人也没什么区别 怎么可能 身负神之力的古神 怎么会和凡人一样 好了 那家伙差不多也走远了 我们出去吧 也不知道林队长他们怎么样了 放心 他们几个人没了你这个大包袱 活着跑回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说谁是大包袱 就当我没说 反正北极的人追杀的是你 他们应该没事的 至于你 我既然答应你送你回家 一定说到做到 队长 没有圣女殿下 再过几个时辰就到雪隐森林了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问吧 据我们雪隐一族的记载 古神拥有非常强大的神力 且不尽相同 你的神力是什么 你想知道 嗯 你这个大流氓 是你说要见识我的神力的 你的神力 是控制时间 不 如果控制的是时间 我可以瞬间让那一秒静止 你压根不会察觉 我对你做了什么 是 那你的神力究竟是什么 空间神力 控制空间 令空间静止 或者是 穿梭空间 居然是空间神力 宇宙间最高等级的 七种神力之一 哟 小姑娘知道的 还真不少啊 传说 我们雪隐一族的祖先 也是一位古神 他陨落之后 芒发化作了我们雪隐一族的族人 是带守护他留在雪隐一族 圣地中的秘密 芒发 听你这么一说 我对你们雪隐一族的圣地 倒是有那么一点兴趣了 据说 古神都是宇宙孕育的 拥有着无上的力量 既然 你可以掌控空间 为什么不带我直接回到雪隐一族的圣地呢 来到这里之前 我的神格已经破碎了 刚才为了躲军军杀 我只剩下一丝神力了 你让我用神力送你回家 是想把我榨干吗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如果 你说话不是那么浅的话 其实人还不错 谢谢你的夸奖 我不是在夸你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禀报可汗 悬遗族的圣女失踪了 我没能把她抓回来 摩耶 你究竟是干什么吃的 连个女人都抓不回来 回禀可汗 我们的人马追踪到了圣女一行 眼见手刀擎来 没想到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把她给救走了 此人实力极其强大 我们派去了妖狼卫 全军府 就凭她一人 是的 可汗 和我一起去神家祭坛 拜见老国师 是 北敌第六十七代可汗 托尔 求见老国师 可是 老国师 那个人 已经进入了我们北敌境内 一百多年了 她终于又出现了 此次我们进攻燕国 被花神宫公主 谭台月所组 暂退去下关外 按兵不动 还请老国师试下 接下来 我们该如何行动 啊 华神宫公主谭台月 既然她现身了 那浩天宗也该出事了 老国师因力量太过强大 而不得不将手足 用铁链封锁于此 不可不敬 是